开始到航行 全程99公里 船安东路左拐 船安东路左拐 预计上午9点30分到达 我们现在进入三路了 海拔会变高 你可能要做好准备 因为上山湿度如果不快的话 你会有点啊 其实在这种边缘地区 它最缺乏的就是信息 和一些跟现在的这个时代 借轨的这种好的机会 好的项目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路 2020年10月 我们跟随设计师Susan Fang 来到位于四川省 梁山州遗族自治区的永乐乡 在这里 我们探访了此次公益项目的收住人 她们是一群生活在当地的普通女性 我们亲切地称呼她们为 遗族妈妈 安静贺地称呼她们 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参加 这边得开 马上到了对吧 这边得开 马上到了对吧 你哪啊 你这里啊 此次Susan来访的主要目的 是为这个慈善项目新一阶段的产品制作 对秀娘们进行培训 在这里 我们对这些秀娘的代表 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我们在家中有没有 无法随便 所以我也是 我只是学校 让我们知道 他们在台上 我们是在台上 刚才是没有 跟家人说 现在就没有 不在家 都没有 但是它真的有惹性 我们在这一天 我们一起去 我们已经买到 我现在就买到 现在我们才买到 我们在这一刻 我们不用买到 一天腿 就一直通过 我们才有学之一 这些绣娘们就是利用日常生活的空隙 来缝制这些手工提包 缝制手提包的收益 可以让他们为家庭带来一笔相对不错的收入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招节梁山 然后之前都是远程来培训遗族妈妈们 怎么做一个可持续的回收刺绣的包包 然后这次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可能是觉得遗族妈妈们真的很伟大 因为我们一开进山里面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遗族妈妈背着很重的框 或者背着小包包 然后他们可能行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的路 不知道有几个小时 希望可以通过这次 让他们有一些更简单的一些手工艺 然后做一些环保可持续的刺绣包包 然后慢慢把这个产品吩咐起来 希望可以让遗族妈妈们轻松一些些 然后帮助到他们的家庭 还有他们小孩的一些教育 为了让这些绣娘们得到更多的收益 为他们的家庭减轻生活压力 Susan计划在下一集新的慈善项目中 扩展新的产品 去年轻松的产品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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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这个就让太轻一点 不是不是 这个就让它先放着 哦 对对对 然后你就帮忙打 打 这个刀打下去 你可以帮我剪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大概这么大就可以 稍微可以长一点 对对对对对 妈妈我想这个可以大家一起做 可以唤起你心里的这种小女孩的感觉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就颜色可能要放差一点 要好看一点 对对对 哇塞伊朗好懂哦 这个真的是 伊朗真的是 艺术指导 伊朗有这个色彩的点 哦 这个是刀 这位妈妈好厉害 有你们的帮助我们都已经很高兴了 我记得还是几年前我们开始做基金会市场仪秀项目的时候 也是我们在周明中的苏校长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永乐乡 周政府召集了一批秀娘 开始接受基金会的一些专业的培训 那个时候的目的呢 就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手艺来增加收入来致富 之后呢就是因为有我们基金会青年导师 苏正芳他的加入 他特别特别的有爱心 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设计师 我们前两个月 基金会因为苏正芳设计的这款工艺包包 也在买手店的支持下 就获得了很好的销售 所以未来呢 我真的很期望 我们基金会能够在苏正芳的继续的支持一下 我们能够为秀娘们 根据他们自己的特点和他们的才艺 再根据时尚的一些概念 去设计出一系列的这些工艺的产品 能够让社会更多的支持我们的这些秀娘 我想带一名老师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教育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可以改变命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化学家 因为我特别的喜欢化学中的颜色变换的美妙 因为热爱 梦想从一份海军变反正式那种职业 守卫好子国的梅脆泥土 想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所以我想从事一名医院研究员 将来想当一名牙科医生 因为我是遭受过牙痛的 所以我希望以后每个人都有一口坚固的牙齿 作为一名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 因为我认为这是为国家和卫社会共性力量 奉献支持的最值得和最欲赦的足迹 我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因为社会还需要帮助 我想当一名公务员 我想以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 为大家服务 为更多人带来快乐 在未来我想当一名牙医 可以为人们减轻痛苦 我想当一个羽毛医院 我从小就向往探索未知的事物 我在未来想当一个临床医生 因为我想帮更多的人 不管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的 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能够替他们减轻病痛 我想当一名警察 因为我爸爸也是一名警察 是我爸爸的一项 和我小时候对警察的冲击和向往 谢谢